你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想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不认识你 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原因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 还算是人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有病 他毕竟是你妈妈 名义上是 云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 那时我躲在你的怀里 没命地哭 我刚从农村来 什么也不懂 我只知道 我的母亲是破鞋 我是破鞋的儿子 没人理我 我不敢上大街 为了躲避我爸妈无羞无止的叫喊 我把耳朵堵上 那个时候 我就像这老鼠躲在窝里 那时我只知道你对我好 把我当人看 是你 也只有你慢慢地融化了我 当你告诉我 你怀孕的时候 吓得我浑身发动了 我简直觉得自己太可悲了 这就是你要逃避的原因 不仅仅是逃避 我甚至想过自杀 可是你没有死 我倒差点送了命 是啊 那是因为我想到了 生命毕竟是可贵的 可母亲的行为 是我想到了所有的女人 所有的爱 都不过是不断地重复 是肮脏的 行行行 对不起 我不过是说出了 我当时真实的想法而已 你知道这是在玷污你的母亲吗 可事实就是这样 你知道爱吗 你懂得爱吗 你了解你的母亲吗 说实话 你的母亲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我 胡说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咱们到此为止吧 我该回家了 今天白夜十一 降水概率零 北转南风二三七 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 今天夜间请 降水概率零 南春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二摄氏度 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晴 降水概率零 北转南风二三级 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 降水概率零 南春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二摄氏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哥 别等了 一会儿还得上火车呢 等会儿吧 我就是不去了 也得等他 那我们娘俩逛过去啊 去吧 早点回家 妹儿 走 我倒要看看 汪玉是不是就让那个王八蛋给缠住了 我打电话问 说他们俩一块出去了 王爷儿 这回我看你怎么和我解释 王爷儿 王羽 我求你 就算这辈子最后一次求你 行吧 不行 她是我的亲母肉 你到底把她埋在哪了 我不会告诉你 你告诉我吧 我真的很孤独 我总得有个能说真心话的地方 我总得为她捎点纸 填把土 我这个当父亲的 就算不是人 是王八蛋 可那孩子身上流着我的血 是我的血脉 我不止一次求你 都求了十年了 你让我看看孩子吧 我总是梦见孩子 眼睁睁地等着我 我把她埋在咱们经常约会的大树下来 可能现在变成了立交桥了 我单身说的 只要你 将其中欣赏 在那里 经常约会的大树下来 你现在要ala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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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来 把我的心抬开 没人要死也没得开 你的美还在 不在 只要我你的心抬开 任你留下的一切 你也要死也没得开 你的美还在 儿子 跟爸说句话吧 哎 哥们 罢谁的你 罢你的 你怎么着哥们 你俩找菜的是不是 啊 找菜的你 你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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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你信 你信 我跟他说你 我听你了 就是 刚才我听你 我听我都没这事儿了 我听你了 哎 我听你了 哎哎哎 对不起 哎 这小姑娘你看看 哎真漂亮 哎 真 小姐 想得不漂亮 干嘛呀 有朋友吗 走开 是 哎 面子都不给呀 这是什么 叫一课值千金呐 什么躲开 让我过去 你叫什么你们 让我过去 放开你们 放开我 干什么嘛 干什么 干什么 老子在大域里蹲了十五年 小兔崽子都翻了天了你 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那什么好人都哪儿去了 都把他们挣钱去了 童卫兵 童自连 老子是一越革命军的敢死队 有准冲队来 来呀 你们来呀 下定决心不怕谁生 别唱了 他们都你不懂了 还求万能去争取胜利 下定决心不怕谁生 我的妈呀 吓死了 什么 妈 你看我舅母的鞋 快告诉他 你就等他 舅母 舅母 我舅还等着你呢 在哪儿 羊肉店 我忘了 妈 妈 我舅母给忘了 那你快告诉你 没事 我累着 我跟他约好买东西 小乔 你回来了 我在家睡觉呢 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医院复查完了以后 就给延峰送钱去了 后来和他一起去安定医院看了看秋阿姨 以后就回来了 以后就回来了 我以为你跟他跑了呢 想什么样啊 想你呗 想歪了吧 那倒没有 说实话 是 是什么样是 是没想到呢 还是想歪了 想歪了 你 傻不傻呀 回家 等会儿 你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 这 这得花多少钱呢 不贵 一共才一千多块钱 咱家刚挣点钱 你就这么大手大脚的 小语 我会让你幸福的 真的 大富大贵说不上 但日子 一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 这我信 咱俩是患诞夫妻 你不用这么表白 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事 就说出来好吗 小语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呢 咱们谈恋爱结婚那时候 就算白活了 咱们再来一回怎么样 亲爱的 我爱你 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 买肉的 买肉的 对不起 咱们再来一次 好 亲爱的 我爱你 愿意嫁给我一个买肉的吗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长处长吗 我是延峰 咱们打击一下走私怎么样 我一直等处长老兄给我一次伐墨处理的机会 这个你放心 我做事情一向谨慎严密 我们公司不会出头的 要让开源看上去和我们宏达毫无关系 好 好 一言为定 好 小心 好好练 你说这做生意就得讲究个实在 掺水有什么用 能挣多少钱 咱们老老实实的 这不一个月的货一个星期就快卖没了吗 我走这些日子你帮我照顾点 这钱呢挣得差不多就行了 别没完没了的 我还不是为了你挣钱吗 你出去不许看女的啊 什么卡拉OK厅 古厅什么的地方都不许去 成 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张大夫说再有半年我就能怀孕了 真的 真的 他说只要你配合治疗 有节制就成 成 怎么都成 就是上刑场 就是你勾引我 我也要手身如玉 为了孩子嘛 谁勾引你 我一想到孩子心里就特别激动 想想挺个大肚子 那得多自豪啊 挺这么大肚子多好看 小强 别磨蹭了 快走吧 别误了点 我送你去 别送了 我一个人就走了 我一定要送 到了赶紧给我打电话 别让我着急担心 这怀孩子的事 妈说说 让妈也高兴高兴 别啊 我怕万一呢 让老太太空欢喜一场 大哥 出差吧 谁啊 你们还认识我吗 她不是那个 哦 老想抱着孩子去看你们 可又觉得没脸见你们 你孩子呢 挺好的 你爱人呢 在家看孩子呢 我现在呀 真成了出租汽车司机了 严峰给我们出钱买了这车 往后啊 我们得凭本事挣钱养活孩子 这车呢 是我们俩轮流开 哎 我们见孩子的太多了 得加倍补回来 哎 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 需要我们帮忙 你就来找我们啊 我们俩口子 商量好几次了 真想让孩子 任你们做干爹干妈呢 只要你们好好爱这孩子就行了 大哥我帮你拿 哎呀 我现在啊 最怕别人替我拿包了 我来来来 好 谢谢 哎 给你钱 哦 大姐 我不能收您的钱 别去 拿着拿着 拿着 您的钱我不能要 拿着 你给您得的 大姐 您 您还是没原谅我 是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小语能答应我 我再去找延峰吗 能 我不找了 你知道我有点心虚 你和延峰在一起 我就浑身不舒服 其实 我见着他 心里 也感觉不舒服 不知为什么 就是不舒服 那好 我会加倍努力 好好干的 出门在外 好好注意圣经 嗯 嗯 快回去吧 去吧 嗯 记着打电话 嗯 大姐 您别不理我 您是孩子的恩人 我带您去看孩子去 不了 走吧 不了 只要你们好好带孩子 就行了 走吧 我看了孩子会受不了的 去看看孩子吧 说实话 我到现在 我也没把你们当好人看 我是一个很难改变印象的人 起码现在我不能去你们家吧 大姐 就算我替孩子求你一次 让我把您送回家 看在孩子的面上 上车吧 啊 大爷 上去吧 这钱拿着 替我给孩子买点吃的吧 哦 还是不对啊 再打一遍 妈 妈 妈 叫什么跟叫活似的 忙啊 我这正忙着呢 有话痛快点 我 我又来立价了 又不是头一回 都五天了 还没完呢 没完呢 没完就用点奇事美 疏而美 雅而美 再不完就吃一顿羊腰子炖萝卜 你小闺女夹夹的 哪那么多事啊 这有病了可不能大意 尤其是妇女病 落下了就痛苦一生 我就是个例子 佳美 明天我带你医院看看去 给我看病的大夫好着呢 不用了 我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还不好啊 还是不对啊 都打三遍了 怎么还是差三百多啊 羊肉这东西啊 今天和明天 早晨和晚上 那就差不少了 再说咱家的羊肉 又不掺水 那掉水分呢 水分已经去掉了 杂货呢 搭算了 那兴许是从 现金里拿钱买菜去了 也不能差那么多啊 小强走的时候 说买菜的钱已经 哎 太舅母 你可不能怀疑我呀 钱这东西 一个说不准 就能出人命啊 这说不好就能 能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 我说你什么了 啊 小强走的时候 让我对对账 我是冲着账本说呢 我对事不对人 在单位的时候 我就是差一分钱 还得对到天亮呢 这 这常理是常理 家理是家理 他没有藏 那么多外面肠子 家理常理一回事 不都是账啊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我说你什么了我 妈 我不活了 妈 我不活了 妈 我叫进黄河也行不清了 妈 打死我 打死我 曾家 我冤死了 我是冤死了 曾家 曾家 你姓什么 姓曾 姓曾 姓曾就好 曾家的人从来不撒破打滚的 就是委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不能不把自己当人哪 啊 这水够浑子了 你再插一脚搅和 那不就更浑了 多大的事啊 再说了 还有我呢 舅 побед Lak 你要丢 你 可以 先扔力了 他 不 简直 我 姥姥也能原谅你的 姥姥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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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诚实就是好的 孩子诚实就是好的 孩子我的好孩子 我的好孩子 诚实就是好的 好 给你的清午吃酒 中午吃酒晚上喝酒 喝死算了 干嘛 喝 喝 喝 老哥,就五块了 不,五块,就五块 四块五毛钱 不行,老哥,必须五块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你做什么吗?谢我 我们的生意不做了 不做就不做 反正我得感谢你 你不许谢我 四块五毛钱 只要你说,谢我 反正我得谢你 算了,谁都不谢了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 本来就是 喝 喝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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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喝 喝 喝 滚 文贵 曾家 你就按我说的那么记账 一点没错 清楚极了 她舅母 往后收钱记账的事还是您管吧 俺娘俩不占钱的事 昨儿的事不许再提了 自到没发生过 可发生了 俺记心里了 想忘也忘不了 你跟女犯的错似的 心那么重 可她是暗闺女 她还是个孩子 行了 不说这些了 你们先干着吧 我还有事呢 家伯 跟你舅母说再见 舅母 再见 行 再见 不争气的东西 妈 我哪也不敢 我不是让人拿 不敢 气死我的 妈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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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盯死人了 你 学后 我也一碎 我打死你 你 你 我打死你 你 你的 我打死你 你 我打死你 你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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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听的歌声 一定处自辉煌的年代 善良的人物 一定经受过心灵的磨难 别打扰老人们的安宁 让他们畅快地飞翔在梦想之中吧 他们 也只有他们 才会告诉你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要是我能活到他们两个年纪 我会那么宽容吗 会那么平静吗 会那么无私吗 回答大概是否定的 真诚地面对别人 真诚地面对自己 这才是生命的真理 我正该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马西里在哪 在哪 他还会在我们中间吗 他们是什么年代呢 人们的本性会回到那个年代吗 我们每个人 坐在自己的坟墓前回首一生时 会怎么样呢 大概吧 大概我们每个人苍白的历史吧 大概也只有母亲生下我们的那一瞬间 是依然美丽的 严伯伯 我替严父来看看你 你好吗 我要 我 她 是啊 是 我 应该 再尝点 嗯 再尝点 嗯 妈 我公公和邱阿姨 那时候就是在您那屋里写书的吧 那年哪 你公公到杭州出差 全家呀 他谁也没给带一点东西 就给你邱阿姨带了一条 白地儿兰花的真丝裙子 其实这些事不应该再提了 那邱阿姨他 小语 别再问了 听我的劝告守住本分 女人守住本分就是福 完了吗 完了 也许婆婆说得对 我该守住自己的本分 那该是一块心灵的净土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本分是什么 在哪 一直在为生活奔波的我 原本大概是没有追求的 所以我们不听说 这种大百普 的美许 你们觉得 有乐观 有乐观 我多希望 有乐观 但是 我们 大姐 想看吗 我陪着你啊 我陪着你啊 说说你会干什么的 你不是要会计吗 你会做账吗 会啊 有会计证什么的吗 有 做假账我是一高手 精通会计业务 你们有工费医疗吗 工资多少我倒无所谓 有工费医疗就成 对不起 您这岁数太大 再见吧 你们招聘启示上 没说岁数大的不要啊 那我们也没说 要岁数大的呀 早说呀 下耽误工夫 顺便告诉您一句 我们这儿没工费医疗 慢慢找去吧 不是 好 好 这儿没工费 这个公司要是这么赔钱的话 我就把它给关掉了 总裁是我经营无方 不 不是你经营无方 而是你太精明了 这是你的四大金刚 让他们说说你是怎么经营的 1月20号经理伙同会计 私吞20万元 2月8日经理在安居工程中 私吞60万元 好了你说 经理给会计也是他的情 购买三居室住房一套 另外在海南还买了一套别墅 经理为了讨好严峰总裁 遭到拒绝 他就怀恨在心 收集严总的材料 还私下鼓动董事会的成员 妄想取而代之 经理分别和我们四个人谈话 目的就是想篡权夺位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吧 是的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盛气凌凌的样子 你从我起家的时候就跟着我 也算得上是老陈了 咱们的规矩知道吗 我恨不得把你杀了我 你给我听着 我不在乎你拿走多少钱 你拿多少钱都是应该的 可你不该跟我有二心 你是比我强 比我有才干 但你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我是君 你是臣 让我感到唯一可惜的事 你这最后一个老臣也离开了我 好几千了 雁总 情况就这样 嗯 挑衅是一样慎重 是的 雁总 你看 嗯 嗯 过来 正在重新招人呢 都十一点多了 恐怕是排不上了吧 试试看吧 千万您是汪元女士吗 是啊 请跟我来一下 请 请坐 谢谢 汪女士您的简历我们很感兴趣 我们决定聘用您了 您的工资每月五千元 终身享受公费医疗 您的职务是本公司的总会计师 您出外办事用车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 不知您还有什么要求 你们为什么要聘用我 您是 我是总经理田玉明 这是我的名片 哦 副总经理 现在已经是总经理了 对不起 我们公司需要您这样的有经验的人才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现在 现在 对就现在 只要您在这合同书上签了字 立刻就开始工作 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查账 对待汪宇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们服从就是了 是 一定要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 放心吧 我走了